机车和重机双双倒在地上 车子被撞到支离破碎 直接断成两截 连坐垫都不见了 后照镜零件全被撞断 碎片散落一地 车祸现场还能看到一地的血迹 救护车到场赶紧先将两名歧视送移 意外发生在北夷公路上 下午两点多 两辆机车发生擦撞 撞击力道之大 骑士都摔飞到马路上 其中苏信男子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后伤势太重宣告不治 另一名骑士经查发现是日本人 目前在台大法律系就读 他有颅内出血 全身还有多处擦措伤 还在医院急救中 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到医院处理后续事宜 而还在急救的灵性骑士 也由校方协助联系他在日本的家属 一场车祸 酿成一死一伤悲剧 确切车祸发生原因 警方还要调查理清 突发中心新北报道